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者是张晓东 王一元 2004年的12月26日 在印度洋苏门达腊岛附近 国际标准时间0点58分50秒 一股压抑许久的怒气 从印度洋深处狂躁地迸发而出 里市9点零级的地震 劈开周遭的海水 形成一道道相距百十公里的弧形水墓 以每小时800公里的起始速度 排山倒海般向四周西去 一场可怕的大海啸形成了 海啸来临一小时后 它扑向了印尼群岛 并横扫马尔代夫 略过澳大利亚 孟加拉国 肯尼亚 马达加斯加 毛里求斯 缅甸 阿曼 赛首尔和新加坡海岸 甚至向非洲大陆提进 这一次的印度洋海啸 所释放的能量 大约相当于数千枚 美国在广岛投下的原子弹 爆炸当量的总和 突如其来的印度洋大海啸 让超过25万人 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5万人失踪 50多万人受伤 100多万人流离失所 13个国家直接遭遇灾害袭击 40个国家和地区 报告人员遇难或失踪 这场世纪大劫难发生之后 中国医疗队 救援队和DNA鉴定专家 以最快的速度 来到了印度尼西亚 斯里兰卡和泰国等地 2005年1月3日 中国国际救援队和新加坡 联合组成搜救队 前往印度尼西亚的临海小镇 塔曼西斯瓦开展工作 可来到了临海小镇 现场的惨状 让队员们禁不住 倒吸了口凉气 大量的废墟堆积入山 脚下是污浊的泥浆和破碎的砖块 碗口粗的钢柱 被海啸冲击得弯弯曲曲 粗大的水泥桩 更是被拦腰折断 一处墓地四五个石质棺材盖 被海水冲得无影无踪 方圆十几平方公里 静得出奇 偶尔由海鸥发出几声鸣叫 一阵风吹来 恶臭顽强地钻透了队员们戴的三层口罩 让人只想作呕 当地高温潮湿的天气 使得遇难者的遗体高度腐烂 刚走进一处废墟 队员们就发现了三具遇难者的遗体 他们已经在高温下变得肿胀腐烂 颜色发黑 周围更是恶臭无比 中国救援队员们迅速拿出果实用的塑料布 小心地盖住了遗体 再轻轻地翻过来 细心地用绳子捆扎好 抬到了道路一旁 慢一点 往下放 随着一声口令 蛇眼探测仪被队员们放进了废墟里 队员们抱着一线希望搜寻着废墟下面的幸存者 一分钟 五分钟 蛇眼反馈的图像 却没有任何令人振奋的生命迹象 在靠近一大片水塘的废墟上 队员们又发现了一具女童的遗体 小女孩无助地躺在泥土地上 痛苦地仰望着天空 来到这里 我们原本希望用自己的双手捧出生命 可谁想到捧出的只有死亡 这让我们感到非常遗憾 到现场进行清理的中国队员 年龄都不大 他们在清理尸体的时候 承受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 由于这些工作既危险又令人难以忍受 所以当地人都不愿意干 我们的队员之所以能够做到 一方面是出于对死者的尊重 希望能够给死者家属一个安慰 另一方面 中国救援队舰队三年以来 每一名队员都接受过心理辅导和测试 基本素质非常好 在日常的训练当中 队员们会在半夜被带到阴森的墓地 以克服心理恐惧 会被领到太平间去适应尸体所散发出的臭味 所以心理问题已经不是队员们的工作障碍 因为队员们都是久经考验的 而灾民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 在灾区 心理危机已成为继生理疾病以外的第二大杀手 由于灾区伤亡情况太严重 救援工作又进展缓慢 人尸混杂的现象很普遍 整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灾民的心理压力非常大 大多数灾民晚上睡不着觉 一名当地的中年妇女跟我们说 她只要一闭上眼 满脑子都是海啸过后的惨状 一睁开眼 看到的是废墟和亲人的尸体 她每天连一个小时的觉都睡不了 在1月4日的一次搜救当中 为了搜寻一名妇女的尸体 在37摄氏度的高温下 我们的队员险些晕倒 其实根据我们的经验 里面的人不可能存活 但是为了给幸存者一点安慰 我们想尽了所有的办法 终于在地下室找到了遇难者 当时围观的群众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其他的救援同行也向我们竖起了大拇指 正在灾后现场 找寻自己妻子女儿的当地灾民 乌斯墨对队员们说 你们的行动给一颗颗受伤的心带来了安慰 好运中国 好运我们的朋友 就在搜索抢险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 灾区出现了祸乱疫情 为了防止感染 队员们执行任务的时候不能喝水 中午不能在搜索现场吃饭 他们每天一早就出宫 傍晚才能撤回营地 午饭和晚饭就并坐一顿来吃 由于流汗比较多 又不能喝水补充 穿着密不透风的隔离服 穿着几公斤重的救援鞋 戴着几公斤重的头盔 队员们面临的是身体和心理的极限考验 很多队员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虚拖 在救灾现场 湿臭味让人根本无法呼吸 按理说 这种地方是绝不能吃东西的 但是有一次 在救灾现场队员们 却破了一次力 那天我们的救援队员 从早晨出发到傍晚 一天都没吃饭 就在大家忙着救灾的时候 一位灾民看到中国队员实在是太辛苦 他想表达一下心意 又怕自己拿来的食物 队员们不肯吃 于是他把我们带到了他们家的一棵果树下 指着树上的红毛丹 让我们自己摘 此情此景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大家都吃了 没有一个人能拒绝他的好意 这也是我有生以来 吃过的最好吃的红毛丹 本书作者张晓东 是此次海啸 印尼救援的亲历者 他说呀 队员们都深知 和其他国家救援队在一起 是一种不比赛的比赛 是国与国的较量 咱们人虽然比其他队少 但战斗力绝对不比他们差 那段日子 中国救援队的队员 平均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 在各国救援队中 搜索和处理的遗体人数 是最多的 读到这儿啊 咱们真的应该为 中国国际救援队点个赞 中国国际救援队 在印度尼西亚的救援 就这样有序地展开了 然而更大的考验 就在前面等着他们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继续来读 国际救援传奇 一起去看一看 他们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了